考試的題目 跟各位講 正道考試我覺得其實並沒有太難 最難的是看懂他還寫什麼 有沒有 其實沒有那麼難 我剛剛講的東西其實就是他要你做的 但問題你把這個題目從頭看到尾 你看再多遍 你還是不知道他的意思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與其這樣我倒不如我直接告訴你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OK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你要去考試障礙最大的應該是 看懂題目 對對對 真的 我好像有放一些題目在這個雲端上面 你們自己可以去看看 那個題目真的是很雕磚 很不好懂 倒不如直接跟你講一遍就好了 不然的話再浪費時間 OK 考試到題目是一樣的嗎 還是會變 他的題目是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只是說在題目 比如五題裡面抽一題出來 對 那但是抽哪一題不知道 也就是說你這五題每一題都要做到很熟就對了 然後他出來給 那你就是把他要的這些動作 通通做對 然後把它存檔 那只要是70分就及格了 就拿到證照這樣 也就是你拿70分跟拿100分都是一張證照 那在證照上面不會顯示你的分數 所以我比較建議如果你要去考的話 你只要證照你不要100分的話 那其實說你只要有些地方卡住 你就先跳過 因為那個分數拿不到也沒關係啊 拿不到可能五分嘛 那你就跳那五分不要也沒關係啊 頂多扣一扣啦 扣個大概10幾20分嘛 反正你有70分就通過了嘛 OK 所以如果有興趣同學不妨可以再了解一下 那你說證照到底重不重要 我是覺得至少過程很重要 因為過程真的很艱辛啦 因為你願意花那個時間 把每一題都了解 然後每個功能在哪裡 你要很熟練 而且考場的時候一題10分鐘 意思是什麼 根本沒有思考空間 所以你不要想說 你要去試試看 試試看就是花錢就對了 等於1200就真的是去那邊體驗 那體驗的話 可能就拿不到70分就沒證照 不如怎麼樣 你就把那些題目熟悉 我好像講過吧 在這個地方 雲端白板 不是雲端白板 在雲端上面 這邊有個證照題目 就這些啦 所以如果沒有興趣的話 先把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OK 然後它總共有1到5類 但是它的考試其實有一個類別 它有三個等級 那最低等級就考1到3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挑 你只是說你要有個證照 你的履歷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挑最低等級的 反正至少有一個Excel的證照 或者說可能公司會要求說 你們有誰有Excel證照的話 比較優先去 就是你要升籤的時候 可能或者是加一些錢的話 或許你可以用這個 那你要去哪邊考試 其實網路上都有 可以網路上報名 那因為它是一個TQC 那你可以在TQC裡面 有沒有 我剛剛講的這個考試內容在這邊 其中的話這邊 他們有這麼多考試 那其中的話有一個是電子試算表 就這一個 那你點擊進去的話 它分成三個Label Label 1的話就這一個 考3題 就是1、2、3就對了 那1、2、3裡面的話是從第一類裡面抽一題 第二類 第三類 然後考試的時間是40分鐘 等於大概一題大概你頂多是13分鐘吧 所以其實要很熟啦 你說會不會 還有它有分版本 那我放在雲端上面的是這個版本 所以版本不一樣 題目也不一樣 那另外如果你要考試的話 這邊有個考生服務 那你可以先登錄你的資料 註冊一下 然後你再去線上報名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查一下就是說 最近有哪些地方有開考場 那你可以去報名 那考試的地方 大部分就是在各大電腦補習班 像聚差 連差 反正就是那些地方就對了 OK 那就是大概這樣的流程 那市場同學有問到說 跟那個原廠證照有什麼不一樣 原廠證照是考選擇題區多啦 難度我是覺得比較簡單 那費用也比較貴 這個是考實做的 OK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有證照 然後又想要挑戰 想要提升自己的話 這個不妨也是一個方向 因為這個證照的話 其實對於升學其實還蠻有幫助的 比如說你家有小朋友 他要升學 然後他要去推增那個 跟資訊有關的科系的話 其實你可以多拿一些相關證照 是會有幫助的 OK 反正這個題外話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反正你學Excel的話 我是覺得一定要有目標 因為如果沒有目標的話 很快其實學了之後很快就忘記了 最好是說有沒有想說 你要什麼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啦 或者設一個目標 想要達到什麼樣的一個水準的話 那當然也是可以把這個考試當成是一個方向 那因為考試的話 跟我們上課的內容其實有點類似啦 所以我有些題目是從證照裡面把它拿出來 但是我不會像解那個證照考試一樣死板板的 按部就班這樣子 一個一個慢慢講 所以我有些地方呢 反正我就直接告訴你題目在講什麼 我們直接解出來就好了 那比如說以剛剛講到這一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的話呢 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這個題目打開 然後記得先切到這個booking這邊 切到這個booking 那booking的話 第一個 它需要產生一個bookingID 那ID的部分 總共會有三個東西 我剛剛四個東西 我剛剛有提到 第一個東西的話呢 那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的說明 第二頁這裡 但是這個說明裡面 看了半天 其實真的還蠻大 不然有些keyword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個 它跟你講說要在booking工作表 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有什麼東西呢 利用v錄函數跟test函數 所以這兩個一定要會用 然後呢 把這些東西呢 把它取得 產生一個bookingID 然後 你看什麼重點需要提到的 其他好像都差 最後做出來就長這樣 OK 四個東西嘛 中間加一個-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 我們分成四個部分來完成 第一個就是這個的縮寫 那這個的縮寫的話 我剛好有跟各位講過 名稱管理員裡面 它有一個名稱叫做Hotel Detail 那以後如果你想知道 每一個名稱 它背後到底對照表在哪裡 我是習慣是點這邊一下 它會跳過去 那有時候會擋住對不對 你就把它移開 它會有虛線 虛線在這裡 有沒有 有時候會被擋住啦 那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它對照表的範圍 它總共會有幾欄呢 一、二、三 所以其實理論上 我們需要的應該是 中間這個叫做Hotel ID 就是它的縮寫 然後後面第三個欄位應該用不到吧 叫Total Rooms 就是這個飯店呢 到底有幾間客房 OK 所以以後如果當然有考到 你就把這一欄去取回來就好了 那我們如果要做第一個縮寫的話 很簡單嘛 插入函數呢 我們用查表的方式 因為如果是類似像這樣對照表 最常用到還是用Vita函數啦 所以Vita函數檢視與參照裡面的Vita函數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查什麼 查這個名稱 Hotel的那個全名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到哪邊查 到F3 就是剛剛有提到那個叫Hotel的Detail這個名稱 OK 按確定 那把第幾欄查回來 第二欄 其實你也可以看這邊來嘛 這邊這個是第一欄 這是第二欄 這是第三欄 然後第三欄後面的話還有一個分號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陣列 大瓜湖裡面有三個資料 那第三個 第二筆資料的話呢 中間會加一個這個分號 資料跟資料中間會加逗點 那我要把第二個資料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縮寫拿回來 所以輸入2就可以了 第二欄 然後比對方式的話 我要完全一樣就好了 所以輸入0 這個range lookup是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找接近的 反正你一定要幫我找 找我要的那個名稱就對了 如果找不到就出現那個井NA 你們應該常常看到井NA吧 找不到的意思 好 按確定 這樣第一個就出來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要再串什麼 AND 一個減號 有沒有 然後再AND 再來的話要做什麼呢 它要我們顯示的是 這個資料的 我看這個比較清楚 01.06 那01.06顧名師應該是什麼 Check in的日期 可是問題Check in的日期 它基本上 用1跟6 可是問題如果我 假設我要1跟6的話 那我當然幾個方法 如果你要月的話就是曼時 然後呢 日的話就date 可是呢 這樣很麻煩 它有提示就是要用TEST函數 所以這邊你可以打個TEXT 錢瓜糊 然後呢把什麼呢 把日期給它 逗點一下 那如果說呢 你要的是 月呢 兩碼 如果你月的話是M 小寫M 那如果你假設呢 希望如果 各位數字要補0的話 很簡單 就加一個MM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日的話就低啦 如果你要 假設各位數字 前面要補0的話 那你就滴滴就可以了 這樣OK了 然後 後雙引號 後瓜糊一下 好 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按個打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 01.06 那不過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要加MMDD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有一個方法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有沒有 格式裡面你可以看一下 日期裡面有沒有類似像 那個什麼 01 01 0 這邊有有沒有 類似的 你找接近的有沒有 這個是01 01應該是 月吧 然後06應該是 這看不太出來 如果你找個接近之後 我前面有講過啦 如果你不會喔 你可以按一個制定 找一個接近按制定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沒有 MMDD不就出來了 可是如果你不要斜線 也不要什麼 也不要那個日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試著把這個斜線拿掉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斜線拿掉 通通拿掉 那你看一下上面的結果對不對 如果對的話呢 那就表示說呢 你test裡面 format就是加這個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呢 在test函數後面那個參數喔 其實是跟這邊是 兩邊其實相通的喔 那哪裡不一樣呢 這個地方是表面上看到的 那test是真的幫你變成那個樣子 ok齁差別在這邊啦 所以我習慣是 反正test要變成什麼 我就在這邊變一下 然後再把這一串東西 填到那個test的第二個參數裡面 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剛剛這邊第二個是放這個 有沒有 加一個test 然後錢刮弧有沒有 再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日期 丟到這邊第一個參數 然後格式化成什麼呢 格式化成MMDD 那記得喔 第二個參數 因為是文字喔 所以一定要加前後雙以後 記得喔 format text 那記得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那後面的話再來 那你會發現 一樣是end嘛 end一個減號 然後再end end幾天嘛 幾天的話就是把checkout日期 減掉 check in日期 有沒有 減完之後應該就是 8減掉6應該是2天 那加1就可以了 這樣就變成 本來是兩頁啦 現在變成3天 ok好然後再打個勾看看 有3天的 然後一樣喔 再end一個減號 然後再end什麼呢 最後就把他的名字放過來 這個的名字 就是firstname 然後打勾 這樣的話就ok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公司大概是長這樣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喔